其實很多時候在飲食上 可以怎樣改善腸胃的吸收呢? 因為其實長新觀裏面也有一件事 就是說腸胃也會有影響 我們新觀也說在腸道 有趣地其實中文大學年初的時候 就發表了一份研究 就是將兩者發現了一個關聯 他發現了什麼呢? 就發現了如果在新觀患者之中 亦都同時有一個長度微生態失衡的情況 在這一堆的患者裡面 八成是看到他有一個長新觀的徵狀 對接我們今天的主題 原來看到長新觀的徵狀 反而跟這個長度微生態失衡 好像有點關係 要平衡長度健康 尤其是你康復了 你都不希望有一個長新觀 繼續黏著你 可以補充回憶生菌 長度微生態的平衡 最主要就是我們憶生菌 是不足夠的 可以補充回憶生菌 除了用營養補充品 直接補充 之外 我們有一個比較便宜的方法 比較街坊的方法 就是在你天然的食品裡去吸收 普遍發酵過的食品 例如大家都熟悉的乳酪 或者泡菜 這些都是發酵的食品 天然含有益生菌 另外有天貝 天貝就是發酵的豆類食物 一些蔬果酵素 酵素就是發酵的蔬菜水果 還有一些酸種麵包 這些來形式 也有很多發酵的食品 在我們的市場上可以找到 相比一些益生菌的補充品 這些天然發酵的食品 有些額外的好處 除了自己的益生菌本身 原來經過發酵的過程 產生了一些發酵衍生的代謝物 有益的代謝物 包括活性態、多安 這些有益的代謝物 原來對於我們的心血管 對於我們的免疫系統 都有保護的作用 另外益生菌發酵的過程 其實也激活了抗疫化物 例如一些多酵的物質 經常都會在蔬菜水果裡找到 如果發酵過程激活了抗疫化物 令到我們的吸收、消化 更加有效 其實很大部分這些天然發酵食品 除了益生菌 其實它本身已經是植物性的食物 它本身有纖維素 有益生菌 也有蔬菜水果 有很多微量的礦物質、維生素 都是一些額外的好處 可以帶給我們的身體 這些額外的益生菌 這些維生素 除了養活了我們腸裡的好菌 那些益生菌之外 也都養活了我們 為什麼養活了我們呢 因為這些營養素 其實都很需要我們真的靠它們 去增強我們的新陳代謝 增強我們的身體的免疫系統 各個器官的功能 所以在攝取益生菌 同時可以得到其他有益的元素 在一個天然的食品裡可以找到 省錢之餘也可以幫到我們身體 去改善我們整體的功能 嗯 明白 如果是一些特別是針對新冠的康復者 其實它飲食上需要有什麼注意呢 嗯 營養學方面 其實我們都是講整體的平衡 食物金字塔永遠都離不開我們 如果說營養學 但是你說新冠康復的時間 我們加強哪一方面呢 剛才提到加強 首先第一點 我會綜合五點 第一點就是講這個蛋白質和能量 我們一定要加強蛋白質 還有我們加強我們的能量補充 因為這兩者正正在我們患病的時候 就是免疫系統打仗的時候 是流失了很多的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剛才有提到 既然有研究 是發現那個長度的健康和免疫系統都有關聯 OK 那我們可以去由長度著手 就是長度健康 增強那個長度益生菌的功能 吸收多一些負行益生菌的食品 或者飲品 如果剛才提到 如果在一些平時的食物都可以找到 一些發酵的食物都可以找到這些益生菌 還有它的好處 大家不用浪費錢去買營養補充品 第三點 我們也會提到 就是我們的水果 經常都經常說 多吃些蔬菜和水果 在新冠康復期間都需要的 我們目標是希望可以吸收到五份的蔬菜和水果 每天可以吸收到五個份量的蔬菜和水果 最重要是選擇不同顏色的水果 因為不同顏色的水果 可以給予你不同的營養分 亦都不同的微量營養素和抗氧化物 第四點很重要的是要喝水 水其實好像一條鎖匙在我們身體上 很多時候就靠這條鎖匙去促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去解鎖我們身體各個的步驟 加強身體排毒的功能 很多時候我們分解了毒素 如果沒有水分我們排不出身體外 所以充足的水分也很重要 最後就是要諮詢你們的主要人士 即是你們家庭醫生 你們的營養師 譬如尤其是你新冠之後 發覺自己出現一個長期持續的症狀 我們之前有提到的症狀 最好就是信任自殺營養師 信任你們家庭醫生 去減輕症狀 盡快可以完全恢復你的身體健康 我也知道Kenny 之前也經常說一些關於長度健康 因為其實長度健康就是我們第二大佬 如果你說可能新冠肺炎 其實跟你長度的微生態 其實是息息相關 其實長度都主宰了我們很多的身體上的問題 Kenny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嗎 嗯 其實剛才提到 有那個飲食金字塔 就是我們的文書 就是我們的字典 原則一定要基於 我們最主要是蔬菜水果為主 那麼蛋白質 現在經常都說蛋白質很需要 因為要增強你的肌肉的活動性 那麼還有一個乳類 其實乳類都很豐富一個好的脂肪 因為現在飲食上我們經常說 太多脂肪高脂肪不好 其實選擇一個好的脂肪 都是一個竅門來的 譬如乳類有豐富的好脂肪 果仁也有豐富的好脂肪 那麼可以補充一些 我們叫做好的不飽和性脂肪 去增強我們免疫系統 以及去抗我們的炎症 因為其實很多現在長期病患 都是跟一個發炎的炎症有關 所以在那個金字塔 那個飲食金字塔的底下 我們要懂得怎樣去選擇一些好的 我們所謂叫做優質的 譬如是蛋白優質的脂肪去摄取 那麼令到我們身體裡面 那個抗炎指數減低 那麼長期病患 所有很多的腸胃的吸收 都會來之而好很多 嗯明白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都有點顛覆 以前的金字塔 因為以前金字塔就是吃粥粉麵飯 就是我以前小學的常識就是這樣的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之後再說多些 就是我們可能在下一集的時間 可以再說多一點就是 其實為什麼現在是說脂肪 因為以前的脂肪就等於油 炸雞給一些肥膏 但是其實現在就很強調 是吸收好脂肪呢 是相當重要的 還有吸收良好的蛋白質呢 都是對我們人體很需要的 那麼其實這件事情 都可以請Kenny再說多些的 那麼這個可以下集再告訴大家 給大家聽再多些 那麼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麼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